近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与罗布林卡管理处共同合作的《罗布林卡藏医药力算古籍利用项目》已启动进行,并完成三万余页的影像采集。 早在十余年前,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文献研究所已进行藏医药天文力算古籍的搜集、抢救、整理工作,目前已出版100部。 此次合作,古籍也列入出版计划。 扫描的最终的目的就是,第一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不管是脏医药方面也好,天文力算也方面好,它对传承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一个是这些目的,另一个的话还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这些的话,拿过去以后,专家论证,专家论证以后的话,反正是这个时间的话,现在是不能确定的,反正是陆陆续续地会出一些数。 古籍影像采集主要通过拍照和扫描两种方式,介约过程颇为严格,在罗布林卡管理处工作人员陪同下去借取古籍。 借取时,须经两位专职古籍审核人员现场开封并逐页检查,记录查阅时间,完残情况等,在交与文献研究工作人员登记古籍尺寸等相关信息,并采集影像,所有工序均在罗布林卡内完成。 他的这个经书的话是长度是多少,宽度是多少,如果是有那个,有些页数缺少啊什么的,要登记下来。 然后,比如说有些经书的话有损坏的话,哪些页数有损坏,也是一一要进行登记的。 然后我们看完了以后,进行扫描或者拍摄,而且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照相机来拍摄,就是避免经书的损坏。 据了解,自今年4月下旬开展工作以来,目前已完成3万人业脏医药天文立算古籍的影像采集,通过古籍数字化,印刷在脏纸上的宝贵文献再次活起来。 此次整理收集脏医药天文立算古籍对脏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它的研究与利用对临床需求以及科研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观看